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昨天晚上就没怎么睡好觉 有的我看到那个半夜三点还起来查 然后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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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选举舞弊 拜登曲线有没有重现 对啊对啊半夜三点多 因为上一次选举舞弊就发生在后面三点多 所以这一次感谢大家的努力 川普赢了 那这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在开票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看 就盯着那个节目看 我们在那边吃饭 然后全部就是一直一直在那边滑手机 一直更新一直更新一直更新 就是想要知道说到底会怎么样 然后那个时候看到一开始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我看到Pansylvania 然后他开票出来的时候 马上就变蓝的 对 然后百分之七十二是投贺锦丽的 然后我们就说这个疯了 这群人啊什么什么 然后后来原来他们是 呃Pansylvania是可以提前计算 呃邮寄选票的 所以说那些人都投这个民主党 我后来才发现的这个东西 之后他变成红的时候 大家都很开心 对 然后之后就是全线飘红啊 就是你就看这几个摇摆州 全部都是红的 这个是我 我完全没想过的 嗯 我就不可能 我就说哦 你知道吧 稍微还要battle一下 就是哪些州已经是蓝啊 然后我们看完了这州心里很不爽啊 然后有些州 没有 所有摇摆州 全线飘红 你能想到吗 我觉得这个太夸张了 这真的太夸张了 这个2022年那时候说什么 红色浪潮席选美国 没想到在2024出现了啊 原来当时川普说的 指的不是什么那个 全国的什么众议员 还有参议院的席位 没有啦 他只是自己的 洪色浪潮 我们现在可以很大胆的说 红色浪潮席选美国呀 我们这次不光是看到说川普赢了 真是全线飘红 我们也非常非常骄傲的 可以在这里宣布 共和党拿下了参议院 还有众议院的多数的席位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因为川普要做什么事情 参议两院的席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我想要强调的是 共和党这一次很不一样 因为各位应该还记得 就是2016年的时候 共和党很多人是不喜欢川普的 很多人是建制派的 很多人是跟Mitch McConnell 同一阵线的 很多人是跟Mit Romney 同一阵线的 很多人是小布希那一系列的共和党 然后他们就是到处阻止川普 这个不要 这个不要 这个不行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川普当时是个政治属人 所以说很多东西在那个地方 他就OK好吧 你们都这样觉得 好那 共和党的人都这样觉得 好那就这个样子吧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共和党 我们可以看到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America First 这个样子的一个信念 在共和党是占主流的 大家都是支持川普的 所以这一次的共和党 非常非常不一样 也就是说 川普跟现在的共和党的这些人 参议院跟众议院这些人 他们是可以全心全力的 来去在我们的联邦的国会里面 推行需要的政策 这回就没啥了 就大刀阔斧开始干吧 是不是那个参议院自己人 众议院自己人 川普 然后到时候你知道 那个还有非常非常激动的事情 就是最高法院法官的案例 他不叫案例 我每次都想说他叫案例 但是 对 但是就是最高法院法官 提名 对提名 而且很多的时候 就是以前的那个选举 总是有人诟病的一点 就是说 这美国数票 是不是跟台湾数票不一样 台湾总统选举 就是一张一张票数 对不对 你得了三万票 我得了三万两千票 我赢了 但是美国呢 这个就是选举人的制度 那很多的时候 他们就说 你这个人得的票 根本就没有那个人多 为什么这个人还当了总统呢 因为什么 他选举人的票得的多 这一次 我跟你讲 所有人心服口服 因为川普 他不止大赢选举人的票 而且他赢的总票数 是压倒性的胜利 昨天那个 我们还在这说 他这一看 因为加州选举人票 有五十多票 加州选举人票五十多票 我跟你讲 如果要是没有加州 那贺锦丽输得更惨 一共才一百来票 一半都是来自于加州 对不对 可是那个昨天 他在这说 他说 哎呀 这个权限票红 川普赢了 这很好是很好 他说 怎么感觉 我们好像 没使上什么劲呢 因为感觉 那个加州选举人票 都送给贺锦丽了嘛 我说 没有关系啊 对不对 你popular vote 你算在川普的里面呢 所以在加州的各位 你如果生活在兰州 你不要觉得说 我对这次选举 没有贡献 你有非常大的贡献 因为这次 你让川普 不会被人诟病 说 你那个选举人票赢了 但是你popular vote 你就是根本没有 那么popular嘛 美国人民不想要你嘛 但是没有 两个票都是 压倒性的胜利 popular vote 压倒性的胜利 我看到这个之后 我真是觉得说 哦 心里好舒服 好开心 对 而且 我说真的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 大家看到 加州的选情 还是会觉得说 哎呀 怎么心凉了一半 我们呢 这些这些人 怎么 我们支持的这些人 这么好的基督徒 这么保守派的人 然后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但是 各位把 各位让 民主党 还有左派 他们很多人在那边讲说 啊 他们 就跟你刚刚说的一样 啊 不是民主 美国的民主是假的 选举 选举人的这个制度 什么什么 早就该废除了 这一次没有 这一次我们就是都赢了 我们真的就是带领着 所有的人 一起投给了川普 所以说在加州的 朋友们 基督徒们 不要觉得说自己这次什么都没做 你做的非常非常多 你把他们可以来攻击这一次选举的这个方式去掉了很多 对 而且那个你讲到说这个中院还有参院还有包括很多我们基督徒的候选人 我觉得这一次我昨天晚上是有点觉得说 为什么加州还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加州还是很蓝 但是我我昨天晚上后来回家想了想之后 没有 其实我感觉到是欣慰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加州有转变 他没有变得更蓝 他有变好 你知道吗 你知道从这些候选人的身上 你看到那个票数的差距 一点一点在缩近 而且这次缩近了很多 跟你你知道你在加州这么蓝的地方 你一个共和党的候选人可以跟民主党打成这样 我真的我真的要鼓上 而且昨天那个Eric 秦振国 那个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砍树已经砍了一半了 对 哇 然后我就想说 对 砍树砍了一半了 就很多时候你知道吗 你会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 就说我拿一个大斧子 这一棵大树 我就夸一砍下去 不仅这个大树连根拔倒 而且它倒的时候 还要撞倒其他的大树 啪啪啪啪就一片全都倒了 why 是吧 我们现实一点来看的话 你真的就是要付出努力 人心的翻转不是那么快的 一个文化的翻转没有那么快 要花上时间 花上精力 花上很多人的代价 但是我们看到 我们现在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 因为很多人都在翻转 加州 翻转成不那么蓝的州 现在已经是那样了 它不是那么蓝 但是你再继续翻转 加州变成红州 你说是不是指日可待 我想这个是指日可待的 只要我们不放弃 只要我们继续努力 只要我们继续把这个砍了一半的树 再继续把它砍下去 你再多砍三分之一 它搞不好自己就到了 那我们再说回来 就说 这个我也是在思考这件事 你说这个选举舞弊 我想说民主党真的是 应该是非常清楚 要作弊的这件事情了 因为你想在四年前 拜登 拜登好歹来讲 他还是个之前比较有名的政治人物 他做不过副总统 对不对 尤其是在奥巴马时期 那奥巴马也是 凭着那一张嘴 是吧 那个凭着那个 假装出来的彬彬有礼 他也是忽悠了一大票的人 所以当时拜登跟他在一起 拜登也是出了点名的 最起码大家也都认识他 那么拜登在 这个美国这个政界里面 混混混混混了一辈子 当他对上川普 这样一个没从政几年的人 他还要动用一个 巨大无比的一个选举舞弊 你说贺锦丽上来 民主党不知道要选举舞弊吗 你说就是这个事 你说他们没想到吗 就他们一定要做很大的弊 对不对 而且我想说他们心里应该 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他对川普他不行 然后我们就要做很大很大的弊 才能把他给拱上去 那做弊这玩意 就干坏事 一回生二回熟 那个拜登那次成功的 让他们给窃取了 对不对 美国老百姓叫我喊 他还是做了四年 贺锦丽这个我想说 他们应该是做了非常全面的布局 要去做这个选举舞弊 但是我们现在居然看到 没有发生 也不是说没有发生 就他们做没做 做了 但是有用吗 我们可以非常理智的说 没有用 例如像说乔治亚洲 大家都还记得 就是2020年的时候 就是一堆投票箱 一堆的这个 大家把水管破裂之后 然后把所有的人赶出去 把监票员赶出去 然后呢 计票员就 把一箱一箱的选票 从那个 这个这个 桌子下面拉出来 然后呢 之后马上就 拜登曲线就上来了 就是这个样子的东西 这次有没有发生 我敢保证 一定还是有 他们还是有准备 只是 所有的人都在看乔治亚洲 还是摇摆州这一次 所有的人都盯着乔治亚洲去看 所以他们这次选了 放在其他几个州 那个地方 那 选举舞弊这个事情 还是有在发生的 例如像说 最近有一个新闻 就是投票日当天 那个地方 有一个人 他身上淋了那个汽油 不知道是不是淋了汽油 反正就是那个警察说 那个警察报告上面讲说 就是身上全制汽油味 然后呢 手上拿着 船上用那种信号弹 就是你打一枪 就哇 然后就火 然后就可以烧很久 那个东西 在那个投票的所 那个地方 然后呢 警察及时把他逮捕了 因为他要去威胁 那个当地的选民 然后想要对那个投票站 做什么事情吧 对 然后包括像在洛杉矶县 发现有很多的选票被丢掉 丢到那个下水道里面 丢到垃圾桶里面 还有我们看到也有新闻 说多数的投票所 在投票日的时候 遭遇炸弹威胁 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还有就是说是吧 那个大家也都知道 刮大风 停电预警 啥时候停电不好 告你11月5号要停电 而且那个提前就告你 说哎呀要停电 哪要停电 也现在提前告诉我们 让大家都说 你不要在最后一天投票了 赶快走点去吧 还有就是我们看到 威斯康星州 机票所 瓦斯破裂 对 然后跟上 跟这个乔治亚州 那个时候一样 那时候是水管破裂 现在是瓦斯破裂 然后呢也要把 知道什么 那个人赶出去 那个计票所里面 反正就是 这个样子的事情 还是有在发生 然后像威斯康星州 他还是一个 呃最后几个 确认选举结果的 但其实 票数其实已经有差距了 大家都还在等 我觉得是民主党 他们在等 就是 他们 呃 选举舞弊之后 然后出来之后 他们可以有一个 大型的一个翻转 那总之就是 现在大选结果 已经 确定了 特别是 我们昨天晚上 在那边看 宾州 确认的那一刻 嗯 我们一靠宾州 确认就说 哎呀 已经这个 就是定了 对 267了 他们只要再 需要三票 那 另外一个三票 就是 呃 阿拉斯加 因为阿拉斯加 基本上绝对是红的 因为阿拉斯加 他非常需要 呃 石油啊 各方面的 然后川普是支持 开采石油的 那也就是说 不管是威斯康星州 还是密西根州 还是内华达州 亚历桑纳州 这东西 就算贺锦丽 全部都拿下这些州 川普还是赢的 然后那个时候 川普就出来这个 出来讲话 胜 胜选演讲 对对对 然后 呃 我们在录 节目的这个时候 密西根州 内华达州 跟亚历桑纳州 都还没有确定 选举结果 然后 刚刚我们说的 这些选举舞弊的行为 全部都刚好 发生在这些州里面 嗯 所以说 呃 他们有没有选举舞弊 一定还是有 只是我们这一次 真的是压倒性的胜利 然后把他们的 想计划好 要发生的事情 全部都打乱了 我觉得他们可能 原本计划是 呃 宾州那个地方 特警力会赢 然后呢 剩下的东西 就是啊 摇摆州 然后呢 在法院里面 打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什么什么什么 最后 贺锦丽 怎样怎样 但是这一次都没有发生 因为我们拿下了宾州 我们看到宾州最后 他看到98%的时候 才确定选举结果 这个是之前都没有发生的 我们觉得这次 选举真的是打得太漂亮 所以你说民主党 有没有很精密的说 这次要操纵选举舞异 一定有 但是为什么结果 一就是全线飘红 甚至是所有的摇摆州 全部都是红的 为什么 民主党作弊 不管用了吗 民主党 这个一回生 二回熟 这到了二回熟的时候 反而赶不上第一次了吗 不是 其实我觉得 我们想来想去 我们可以想很多人的原因 对不对 大家动员起来了 那个 是吧 那个有很多监票人 在监票啊 等等等等 我们可以想很多人的原因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一个党派 他们要去作恶的话 你基本也是看不住了 你就是不管说 你再想的多详细 你再多全辈 你再怎么样 看不住了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的话 我要跟你们讲 我们现在真是在目睹 一个伟大的神迹 这个不是人能做的 这个是神能做的 为什么神这一次出手 你不管是2020年 被偷了也好 或者是2024年 这个大选 是完全赢也好 神在里面 要对我们讲话 而且神在这里面 有他对我们好的心意 God is good God is always good 他总是要通过这些事情 去教导我们 那这一次 我想神听我们的祷告 而且神给我们机会 是很多的教会 这一次出来认罪悔改 我想这个是在2020年的时候 看不到 很多2020年的那个时候 大家很多的教会 是非常沉默的 但是你看到这一次 经过四年 或者你可以看到 经过一个新冠疫情之后 然后再经过过去的 这个四年 包括民主党 那么多激进的政策之后 很多的教会觉醒了 很多的基督徒觉醒了 大家起来有认罪悔改 你有看到有 One Million Woman 对吧 然后Aster的这种 那个行动 等等等等的 这都是少数了 其实基督徒在整个美国 甚至是全球 包括以色列 很多犹太人的 着急为美国大选祷告 然后你看很多日本人 对吧 他们也都出来 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全球的 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行动 我平常就是有的时候说的一些话 可能有些那个就没信主的人 特别不喜欢 我感觉讲了会得罪到他们 但是我觉得这个必须要讲 而且这是一个完全的实话 就什么 就是只有基督徒才能够知道 怎么去翻转这样的场面 很多你如果不信主的话 你如果是普通的人 你会想到是我用我的肉体怎么fight 我在地上的这些东西怎么知道 可是我们都知道 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这不是说你人真的能要做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灵界里面的征战 灵界里的征战 你从地上体现出来 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不去找一个根源的问题 是吧 就是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你找不到这个根源的问题 你这个问题总是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教会是什么呢 教会是海陆空啊 这个三七精兵 你知道吧 就是天上的也能打 水里也能打 地上的也能打 所以这不光是说 我们要带出一个地上的一个肉体的一个行动 更是要在灵里面的一个征战 那你在灵里面的征战之后 然后你同时带出在地上的这样一个积极的行动 你配合圣灵的这样的工作 一定会发生一个巨大的转化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这次赢了这样一个选举 这不是跟我们撬尾巴的时候 当然了 我想今天就是一个celebration day 我们可以celebrate whole day OK 就是今天大家就是尽管去吃 尽管去喝 然后尽管给你的朋友打电话 然后我们一起非常高兴的 非常开心的 然后我们可以赞美声 可以庆祝 但是这更是一个我们新的开始 就是在神听了我们的祷告之后 我们要做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一个衰落的开始 其实就是在顶峰的一个胜利 但是我们这次要让这个顶峰胜利的点 成为我们可以去到下一个高处的一个台阶 而不是开始衰落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一次 我们有了认罪悔改的机会 我们在接下来的四年 我想说我们要好好的预备好好的准备 那这个内容我们之后会专门 再单独出一集跟大家来讲 今天这一集我想就轻松一点 就是我们先来庆祝 然后之后要做啥正经事 我们跟大家再讨论 脑海中已经有很多想法 对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讲到基督徒 我还想要强调一点 就是这一次的大选当中 我们先不要讲什么左派 他们就是神经病脑子有问题 然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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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 我们可以看到一点 就是基督徒的确有很多站出来了 但是支持拜登 全心全意支持拜登 支持堕胎 然后觉得那是女人的自由的 然后还有就是说什么 我们要开放边境 然后因为民主党对于 对那些穷人很好的 也都是基督徒 很多那样子的人也都是基督徒 我们要翻转那些基督徒 不是说基督徒就是很好 然后这次基督徒都都都都很棒 我们也有非常多需要被翻转的基督徒 需要被帮助啦 我觉得他们真的需要被帮助 对对对对对 他们读的跟我们同一本圣经 但是他们却得到了撒旦来的这些 呃 被蒙蔽被欺骗 对 然后还以为自己在做好事 他们都是善良的 他们都想要做好事 但是他们用的是非常错误 而且非常扭曲的想法 他们没有在跟随圣灵 他们反而是跟随的这个 某个左派的牧师之类的 所以说我们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去做 我们有非常多要做的事情是完成 就跟你刚刚说的一样 川普赢得这次的胜利 不是说耶我们就赢了 而是这是一个开始 是我们可以自由的敬拜神的 我们不用怕说糟糕 1月5号 1月20号之后 这个贺锦丽就要过来 要关闭我们的教会 所有的教会 全部失去non-profit 然后呢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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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自由的继续敬拜神 这个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真的要强调 我们不用 那你记不记得前几天 我们就说 哎呀 我没有开始地下教会的 赶快开始地下教会 美国要变得跟中国一样了 没有 我们这次教会可以继续开 我们可以大声的敬拜神 而且我们要大声的敬拜神 这一次的选举 川普赢得选举 是我们的胜利 是我们一个阶段性的胜利 但是我们还有更多的合场 还有我们还有更多的山头 我们必须带着神的名去占领的 对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你有没有好兴奋 你昨晚睡着觉了吗 你有没有八爷三点 突然定个洞中起来说 哎我看有没有贺锦丽曲线 所以今天是我们一个非常高兴 非常欢庆的日子 大家就尽管地吃 尽管地喝 尽管地赞美神 然后让我们好好休息 大家都累坏了 我知道很多很多人都累坏了 我看到有的姐妹 真是你知道吗 住在北加州 跑到North Carolina 去帮川普敲门败票 然后你知道结果他去了之后 然后他让他感到很感动的是什么 是在North Carolina 每一个投票所 每一个投票所 全州 共和党 在每一个投票所 都放了一个监票员 还有一个律师 哦 哇哦 每一个 我们加州的共和党在干嘛 所以我们还是要那个 咋说呢 就是大家如果要是有 从政的呼召的话 你可以成为加州共和党 你知道吗 我们可以把加州共和党 这些人给换下来 你不必要嘛 一直要捐款 然后你拿了钱 你怎么不像人在North Carolina 这样做呢 我想说在加州 投川普的人一点也不少 真的不少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像人家这样做 是吧 一个检票所有一个律师 然后有一个poor watcher 甚至可以有更多人 因为加州人就是特别多 所以很多时候 那个有人说 哎呀 哪个政党都不是属神的 民主党也不是 共和党也不是 干嘛 基督徒非要 那个 说让共和党 就说共和党那么符合基督教 可是你要知道 在共和党里面 基督徒是非常多的 你知道有多少基督徒 在共和党里面 声嘶力竭 在那里投票 当共和党又走到 歪处的时候 他要变成一个 小民主党的时候 你知道多少基督徒 是共和党人 是在里面投票 阻止共和党 往那样一个方向 去发展的 你共和党 你共和党可不可以成为 一个基督徒聚集的地方 共和党是否可以成为 一个教会 你可以做决定了 你可以要不要进去 那个什么 因为你可以现在 非常明显看到 你独立党派 或者无党派的人士 你参选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办法 你不是民主党 你就是共和党 你参加共和党 并不代表说 共和党所有的东西 你都完全同意 或者说共和党的党章 就是我的圣经 当然不是这个样子 可是你有没有心智说 在所有的人 他们说 这件事 这件坏事 我们要干的时候 你在那里 作为一个基督的声音 你说不 不可以这样做 我想 加入共和党 也不是特别难的事情 我们也有认识 挺多的牧师 他们也是加入到共和党 共和党开大会的时候 他们都去 对不对 他们弄出好偏激的那些时候 马上就投反对票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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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反对票 不可以这个样子 对吧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东西 都可以去做 然后不要让这些 世界上 这些流言蜚语 或者是什么什么 这些东西 去干扰我们的思想 该做什么 就是做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只有神能让我们的生活 变得更好 只有神能够成为 所有人的祝福 让我们每个人 在美国这块地上 都能够生活的 真是流奶雨蜜的 这样一个欢乐的地方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你有什么想法呢 你有没有高兴呢 就欢呼吧 我希望今天 在下面的评论区 就看到大家在这里欢呼 然后告诉我 你是怎么庆祝的 你是吃了烤鸡 你还是吃了炸鸡 你到底今天是选择 怎么庆祝 那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跟我们一起来讨论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藤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